通常我們要去吃到這棵樹的年齡 我們直覺都是用它的大小去判斷 這棵樹一年它長多大 它跟它多小去判斷 其實如果以我們的建議是這樣就好 你如果真的想要很窮就去覺得它真正幾歲 有一種東西叫做孔鑽 它就是鑽進去拿出來然後去數年齡 這樣可以盡確是它幾歲 可是這個動不斷 所以其實我們相當不建議 用這樣去吃到樹的年齡 這其實是真的很不妥當 可是我們的政府經常在做這個事 它每次看到一個樹 像我們有的上次在那個扩拉島西港 有一個很大的黑盤 然後大家在正義它幾歲 那個孔戰就出來了 棉輪錐 鑽進去它挖出來 它鑽著下去那個樹 因為那個洞 你真的後半腹也不知道 那有一些是特例的情況是像我們 雪山神木 本來都說它三四千歲 後來確認它一千多歲 為什麼它怎麼確認 就是用生長錐 鑽進去拉出來 它確認它是病木 病木就是很多顆核胎幾歲 以前會猜它三千八 那是因為它購出 那後來鑽進去出來 發現它是很多顆長在一起 所以它其實沒那麼多歲 它一千八 那其實一顆樹一千八還是三千六 對我們來講有差嗎 它就是一顆長在山裡面很巨大的樹 我們知道我們去重慶它的樹 你為什麼要被得知道它年齡 你想想如果一個人 一把刀這樣給你插進去再拉出來 只為了知道你幾歲 這不太好啦 我沒有幾歲 然後沒什麼 那是他們 那是我們 那是我們